針對綜合理念某畜牧場市場產生二臭的問題 日前先遠程臨也在市與縣府農業處及環保局人員到場復查業者改進情況 當下對於畜牧場經營管理農業處也要求業者 後續要提交改進計畫並按時程做出改善 那今天我們也做了很多的結論 就是說包括一些它的這些豬糞的處理 包括豬尿的一些流出來的水質一些問題 還有包括它整個應該覆蓋的或說應該不能暴露的地方 造成豁兆的這個情形 我想我們會一一的把它列出來 要他們這個提出改善計畫 那這個改善計畫裡面必須有這個時程 然後我們會有一來會追蹤 如果說在我們將來會把這些改善的意見裡面 做公開讓大家來檢視 而針對畜牧場產生二臭及食尿污染環境的情況 環保局除了表示會定期機查之外 也要求業者針對此次缺失部分要先期改善 那環保局今天來這個畜牧場去做機查 最主要還是針對民眾澄清的錯位問題 那環保局大概定期都有在做這個廠的放流水的採樣 那當然今天的線刊有一些污水處理設施需要做改善的 包括增加故意分離設備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露天的部分要做加蓋 以及相關防止這個溢流的部分 我們都會在這次的線刊紀錄 會確實要求業者要改善並且會給它期限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的改善 能夠提升它整個廢水的處理效能 那一樣我們定期還是會來做放流水的採樣 因為這個還是最重要的一塊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這些方式來 讓我們整個的這個臭問題能夠獲得改善 先遠程離任而畜牧場產生二臭 嚴重影響居住環境危害里民的健康 希望縣府有關單位能夠加強福島以及查 若業者會能配合改進 就要依法規撤銷相關執照的勒令停業 我希望我們的管政府最關的局勢 要強硬起來 就是我們要限期讓它改善 如果真的他們不願意改善 我也希望這個執照可以撤掉 還給里民一個好的環境 那不要再讓那麼多的污染 而且聽說里民現在很多人 因為常年在吸收早氣也生病了 我們希望這種事情可以不要發生 如果說這段時間來 如果是真的沒生意 我們提防說一半年 我們就把他的部分的設施 的執照給撤掉 就讓他不要癢 不要癢 至少我們能夠保障里民的健康 議長何勝峰肯定成員及 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希望在公部門的介入之下 業者能夠積極監討改進 找日還給地方上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記者盧凱駐山採訪報道